务丰区景荣里张公项是通往省资议会的替代道路 不过有一路段疑似地基松软 只要下过雨后路面就容易滑动 多年来相关单位修复多次仍无法改善 由于这代民众登山及农民从事农作出入相当频繁 考量到用户人安全 地方希望市府相关单位能够尽速找出路面滑动原因 彻底解决路况问题 这里是务丰区张公项通往省资议会的产业道路 多年来因为路绩不稳容易摊放 造成农民采收不变 看看这路面现在又是裂痕处处 民众担心底下已经掏空 令他们忧心忡忡 这里是正宗路 这几年来常常没收的照项 每一帮雨季来时都会崩下 这七八年已经崩四五遍 看你现在荷面都没有掏空掉 农山这里要采收水垢 三次问题就准一条路走 所以说这条路就是已经十年 十年起了已经崩四百了 所以说一些农山这里睡觉就说 我要三次过去又没有再采收 所以说会顺序也很大 当地里长表示 多年来这路段路基下过雨之后 就容易滑动 相关单位来修复多次 仍然无法让这样的情况不再发生 由于这一带是民众登山 还有农民从事农作的出入要道 考量到用路人安全 地方希望市府这一次能够找出原因 加以根治 张公像这个龙路有没有 似乎是有地滑的现象 所以说路基一直不稳 一直在往下滑 那现在我们看了确实也是有这种现象 那我们可能要 我们回去我们水利局 再请济师来评估一下 到底是这个地滑 我们要一次把它根治好 看是要用微型装的方式 还是用上下层的党土墙 富士党土墙 来把它一起改善 面对地方需求 市府水利局表示 会先请土木济师到场鉴定 造成地基滑动的原因 再研议用上下层挡土墙 或是其他适合的修复方式 让这陆基滑动的情况能够一劳永逸 记者赖秋风张伟林台中采访报导 关注赖秋风张伟林台中采访报